传入心 化成了甘恨的心 各位菩萨 我们继续修学 海涛法师集结的大圣修行菩萨行门诸经要集 现在是第十 出自决定皮尼经 下面是第二讲 优魄理 何故初修大圣行菩萨 坚顺他意 而令修学 何以故声闻不顺他意 而令修学 优魄理 当之初修大圣行菩萨 各个随机引化众生 顺他心故 无所脑固 修持戒行 若声闻则非他心故 修持戒行 下面佛讲 为什么 初修学大圣行的菩萨就应该能够兼顾随顺众生 因为不随顺 那不能度众生啊 随顺以后才能度众生 既然随顺的话 有些事情就必须有所迁就 有所忍让 先要和众生在一起 有比较好的关系 然后找机会来说法度众生 为什么声闻可以不顺他意 而令修学呢 因为声闻就是治疗啊 他不用随顺别人的 不需要随顺别人 他和别人可以不打交道 就修学 自己修学好了 只管自己好了 我们要观察根基 如果这个人的根基的确是小圣的根基 而且比较固定 属于定性声闻的根基 就说你转化没有用 那么就不教他大圣佛法 专门教他小圣佛法 让他去修小圣法 他能得到解脱的利益也好 当然 如果不愿意的话 那我们修学大圣的 我们可以让他另外找老师 我们不教他罢了 否则的话 小圣根基的人和大圣根基的人混在一起修学佛法会有问题 因为他修持很严格 很认真 相当严格认真 他会影响其他的人 他会指责其他的人 说别人这个犯戒了 那个犯戒了 动不动都犯戒了 使别人吓得不敢学了 这个很麻烦 所以最好呢 那两部分人能够分开 不要混在一起修学 因为呀 初修大圣行的菩萨 虽然 虽然 自己还没有 非常好的智慧 非常好的定力 但是呢 由于发心大 有慈悲心 所以他们已经啊 刚开始修学不久 就能够随机引化众生 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呢 刚刚皈依发心就很大 到处 让别的人也到寺院里面来听法 开法会 放声 做种种的善事 很积极 心发的大 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心靓小 修学多少年 只顾自己 不管他人 所以不一样 那么不管他人的人 他还会跟别人说 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 你就自己修好就行了 那么积极有什么用 他会说这些话的 他不是劝人 你去积极的努力 越多的人修越好 他这个话他都不会说的 所以我们教法的时候 一定要观察因缘 那由于初学的菩萨他发心大 所以他会引化众生 能够随顺他心 不使他人烦恼 让他人欢喜 也来修学佛法 用这样的方法呢 他来修学大圣菩萨的戒性 他戒除自己的小圣性 他引发大人 其他人的大圣的心 所以 生完圣的人 没有立他的心 他就修自己的戒性就好了 下面的文字 何故初修大圣形菩萨 戒性宽容无犯 何故声闻尽戒 窄霞言妾 当之 若初修大圣行菩萨 尘招有犯 应当结罪至五 若菩提心无间断 戒句成就 则非所犯 我们先说这一句 因为后面的句子差不多 为什么 初修大圣行的菩萨 戒性呢 比较宽容 为什么 什么道理 而为什么说 声闻圣的境界呢 狭窄 非常严格 应该知道啊 比如说 初学 大圣行的菩萨 早晨的时候有犯 那么本来呢 应该是 犯了戒呢 就叫有罪 这个结罪呢 到了中午的时候呢 就应该 赶快的忏悔灭罪 那如果是从早晨开始 到了中午 一直呢 在这个期间 这位初行的菩萨 菩提心没有间断 也就是说 他 早晨犯的那些东西呢 不是有意犯的 很可能是善巧方便 或者是没有起心动念 因为他的菩提心念念相续 没有间断 如果这样的话 反而是戒具成就 没有犯戒 所以有些关于这些细节的方面呢 在讲菩萨界的时候 不少的人会提问 提很多相似的问题 当然我也会解释 有些地方 相关的问题 有些人没有问出来 那我知道 我也会说 比如我们 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由于这个车灯一照呢 有些飞虫就会 从老远就聚集过来 可是车的速度太快 那么这个虫子呢 就在挡风玻璃上被撞死了 车的前面呢 也有很多 这一路下来呀 不知道要死多少 这个严格的说的话 这是杀生啊 这不能不叫杀生了 因为你已经把生杀了 而且杀了那么多 问题是你这个杀生犯戒 还是没有犯戒 犯了杀戒 还是没有犯杀戒 那在小圣来讲 就说戒相 你弄死这么多 那就要犯了杀生戒 而在大圣呢 要先为你起心动念了没有 你只是开车 你没有起心动念 再说你和虫子也没有怨 你不是想杀死他呀 所以没有犯戒 何况我们很多的修行人 一边开车 一边的是念佛的 天天都给众生回向 当然事实上 这种状况 现在有些国家在研究 已经注意到了 就说这个晚上在高速公路上杀虫子太多 由于高速公路网 很多 交通特别发达 因此 撞死这些虫子的数量太多 超过一定的数量以后 这一类的虫子不能够很快的繁殖 那么就会失去一个食物链的平衡 使其他有关的有关的动物呢 因为缺乏食物也会有问题 因为这个动物和植物 它有一种稳定的平衡 由于这种新的变化破坏了这种平衡 破坏到一定程度以后的话 就会影响其他的 这个是题外话 想起来顺便说一句 总而言之 我们要从发心上 从有心无心上面呢 去看待这个问题 那下面说的呢 都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经文 若当午时有饭 至于黄昏 菩提心无间断 借机成就 则非所犯 若黄昏有饭 至于初夜 菩提心无间断 结罪有犯 不应悔 不应悔 不应该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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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不应该害怕 然后因为害怕 就不修菩萨道了 如果真的有犯 可以忏悔 另外看自己的心 人到底犯了没有 要知道 如果真犯了 立刻忏悔 忏悔了 可以消灭罪 不能够因为怕犯戒 然后不敢受菩萨戒 不敢修菩萨道 不敢修菩萨道 那就从根本上不对了 经文 副次 若生闻犯戒 戒相则灭 无负更全 何以故 若生闻持戒 除烦恼固 如旧投燃 烧衣 心肃为求祭灭念盘 坚持戒醒 如果生闻人持戒 不可以毁犯 仲介如果毁犯的话 就像把头已经割掉了 这个人没办法活了 就像渡海 你已经把这个法子的绳子戒断了 这个木头或者竹子 分开了 飘散了 没办法过海了 好像渡海的这个法子 已经扎了一个窟窿 又没有办法修补 就完了 所以呢 生闻的戒 要求非常严格 不可以毁犯 如果犯了以后 就没有办法 全戒了 不能全戒呢 又不能解脱 不能够挣得 冀灭烈盘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 对自己呢 就放纵 不严格要求 菩萨戒 实际上虽然宽缓 但是也绝不允许放逸 更不允许放纵 戒行是保护我们修行的 所以在受戒之前呢 都要先学戒 受了戒以后 仍然要继续往深广学 过去要求很严格 要五年学戒 学好了以后再去受戒 现在就比较太松了 出家没有多长时间 碰到戒场了嘛 就去受戒了 当然各个地方要求不一样了 情况也不能够完全一样 总而言之 自己修行 自己要在这方面减点 要注意 争取呢 做一位修大圣佛法的 真正的菩萨 不论在家还是出家 出家呢 要守出家人的戒律 在家呢 要守在家人的戒律 看下面的经文 云和 初修大圣行菩萨 长远修行 无相无拙 不离世间 云和声闻 直向一生断灭 现前修学 尤波里 若初修大圣行菩萨 欲若横河沙节 随受五欲快乐 菩提心无赞舍 当之是菩萨戒行无缺 何以故 为初修大圣行菩萨 后时成熟菩提心故 若在睡眠 五欲尚无所染 旷在觉悟 所以这何 若初修大圣行菩萨 不应一生总断烦恼 若菩提成熟烦恼自灭 若生闻 修悉 七节的时间 不像小圣 小圣努力修行 当生 可以挣得虚头还果 如果挣得虚头还以后 勇猛精进 那么 当生 就可以挣阿鲁汉果 或者 二生三生 四生五生 就可以挣阿鲁汉果 最多 人天往返七次 再来人间七次 就一定挣阿鲁汉果 不会超过这个世界 为什么 因为只求个人解脱 这个事情比较简单 而且断除的话 只断除分断生死的这种粗重的烦恼 当然就快 大圣菩萨长远修行 生生世世 不间断 要修三大阿僧七节 所以菩萨修行 无相无佐 他不完全在界相上下功夫 他不执着于这个界相 他重要的是在发菩提心 大慈悲心上下功夫 这个心念念不得有间断 如果间断 才叫犯戒 菩萨三大阿僧七节修行 不离世间 要在世间修行 离开众生 离开烦恼 离开世间 那怎么修行呢 那为什么声闻 直向一生断灭呢 现前修学 初修大圣菩萨 大圣行的菩萨 在恒河沙街里边 虽然受无愉快乐 因为菩提心 没有暂时的舍弃 所以呢 这个菩萨的戒行呢 其实没有缺失 因为菩提心没有间断 这是什么意思呢 身虽然受无欲乐 但是心不在享受无欲乐上面 既区别 既区别于 既区别于 凡夫外道 又区别于 身闻圆角 他菩提心没有断 因为这个菩萨 菩提心没有断 最后他能够成熟菩提心 在睡眠当中 五欲 尚且 尚且 不会受到染污 何况是他 醒着的时候呢 因为他念念 菩提心没有间断 所以不会受污染 因此呢 修学大圣行的菩萨 不应该在一生当中呢 去至求 就断尽烦恼 断尽烦恼 就没办法学佛了 但是 如果 一直成就自己的菩萨 菩提心 当这个菩提心 完全圆满成熟的时候 这个烦恼 就自己就断了 当这个菩提 圆满成就 到七地满心的时候 把最后流活润身 剩下来的一点点 粗重的烦恼断掉 然后呢 继续不断的去再尽断 便于生死的烦恼 直至成佛的时候呢 就全部断掉 那如果是生文人 他来修习倒行 因为还没有成熟 他修行的时间短了 他想赶快的取证 那他不可能说马上就成熟啊 所以他的心呢 刹那刹那 都一分一秒也不愿意 再在这个世界停留 他这个心呢很急切 所以的话应该争取 在一生当中就能够正果 不能够正阿罗汉果 最起码要正虚脱还果 一旦正了虚脱还果 人天往返 最多最多七次 最懒惰最不精进的虚脱还 也不会超过七次 人天往返 必定成阿罗汉果 为什么没有三恶道 因为生文人持戒非常严格 由于持戒严格 他没有毁翻 所以呢 他不可能再到三恶道里面 到三恶道哪里能断生死呢 当然断不了 那为什么没有阿修罗 因为阿修罗呢 不单不是单独的一道 所以不提他 那么剩下的仅仅是人天两道 由于天道的福报现前 所以会上天 天道的福福报想完 会再到人间来 只是在这两道来会往返修行 不管再来人间的时候 有佛还是没有佛 最多其次一定正阿罗汉果 一定正解脱 这个道理如果明白的话 我们仍然能够发福提心 所以的话无妨去正虚脱环 因为正了虚脱环以后 我们是大圣的菩萨 我们会尽求明心见性 正得大圣的无我观 然后呢更向上 向更广泛更深入 来修行大圣的成佛之道 这一讲先到这里 各位菩萨谢谢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